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听好了 不过我相信很多同学应该已经猜到了 那就是美剧要大肆回归了 你最期待看到哪一部美剧 你知道哪一位明星的美剧口味和你相同吗 赶紧来看一下腾讯视频 与我们娱乐行天的共同八起的暑期精神板块 即将回归的美剧先读为快 暑假唯一的缺点就是 没错美剧荒啊 不过好在下个月开始美剧即将回归 大家到底期待看到哪些呢 最近看Meggy Q演的一部 我还蛮喜欢看美剧的 权力有戏我刚看完 我有看Revenge 就是在讲那个 也是纽约的这种上流社会的人 怎么样进行复仇计划 吸血鬼日记 然后是复仇 还有绿剑侠 当然他们中最癫狂的美剧迷就是他 等啊 当然等 我是会抓狂 因为等美剧 美剧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我这个过程 然后包括九月份马上就要开播一些新的一些美剧 我很期待九月份 我每天几乎在片场 我就跟你讲 我说马上就要九月了 马上什么什么片子就要上了 但就是这样一个忠实的美剧迷 既然还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比较喜欢 唐顿庄园 犯同样的错误还不止他一个 现在有在追上的 现在 唐顿庄园 好吧好吧 看来明星也爱美剧 爱到分不清国籍 眼前看美剧即将回归 不如让我们先赌没快 刚才被点名的七雪鬼日记 即将于10月3号回归 不得不说这是一部让人纠结的电视剧 世人是鬼很纠结 你到底爱哪一个很纠结 眼见第五季即将到来 到底有没有个说法呢 不过让大伙更着急的 还是两位主角 妮娜与嫣现实生活中的恋情 在交往很长一段时间后 几个月前传出两个分手 粉丝们也许心里智能气球 哥哥姐姐 告诉我们这只是炒作 你们还相爱 另外在网络上备受期待的 便是重口味美剧 过谈姐妹第三季 也已定于9月24号正式回归 眼见着两位女主角 代言活动越来越多 这新一季的质量有保证吗 各位亲安心了吧 起码这妙语连珠 是一点都不会落下的 而至于志玲姐姐喜爱的 妮吉他 她的最终季估计要 等上一段时间 到明年初 只有六集的最终季 只能让人感叹不过硬啊 所以放心了 看一身 得有耐心才好 娱乐新年地 每剧回归万事大吉 编辑报道 电视机 对 对